下車 起火 下車 起火 要跑什麼 下車 起火 下車 下車 下 遠景來下紅色滋小客車 要駕駛下車 起火 沒想到他不但不聽還賴皮 準備再次落跑被遠景及時阻止 直到自己烏路跑 核心駕駛只好舉起雙手 喃喃自語 連話都講得不清楚 明顯就是喝茫了 原來他酒駕聚檢在市區狂飆五公里 就在新北市樹林 核心男子酒駕聚檢 心虛逃逸在市區狂飆 最後在環汗路五段卡在車陣中被捕 酒測值達到0.42毫克 為了躲避警方追捕 核心男子狂逃了五公里之多 這一逃 代價可不小 光是隨意變換車道 聚檢逃逸 連闖四次紅燈 加上酒駕和無照駕駛被開了八張罰單 罰金達到了六萬五千多元 誇張的是核心駕駛就是個酒駕慣犯 而這次已經是他第四次酒駕 有跟我們公稱說 因為他隔天要去開一個 也是酒駕案件的庭 所以他心情很鬱悶 所以就有喝酒這樣子 要開庭 心情不好 核心男子酒駕俱檢 怎麼罰就是不怕 還差點擦撞到烏烏的機車騎士 難道真的要鬧出人命 才會學乖嗎 記者 季冠宏 林春風 新北市採訪報導